主要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公也长》篇第一章 子为公也长可弃也 虽在雷泻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弃之 福子论及公也长说 可弃也 可以把女儿嫁给他 虽在雷泻之中非其罪也 虽然他曾经被关在监牢中 非其罪也 这并不是他的罪过 以其子弃之 就把女儿许配给他 嫁给了他 这章是一件日常的 小事但是也是大事 那显然的夫子在跟家人 很可能就是他的夫人讨论期 这个公也长这个很不错 那个女儿好像跟他喜欢上了 可妻也 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了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公也长是春秋时代鲁国人 也是夫子的弟子 姓公也 名长 公也长 他曾经 因为一个案件 被误解了 所以被关在牢里头 阴暗细域了 后冤屈得喜 后来 洗涤了他这个冤屈 被误判了 这不是他 而是另有欺人 所以 这个事在当时算是严重的 因为人好像下过监牢 那一般来讲 就会认为 他是不好的人 其实夫子说 这个不是他的问题 所以公也长 仍然不失为 一个贤者君子 可妻也 这个妻 在这当动词 所以一般 在我们普通话里 在国语 就台湾叫国语 大陆叫普通话 民国时代就叫国语 那么 在普通话里面 这个动词 一般习惯就会 这个转一下这个音调 比如吃饭的饭 是名词 那饭做动词的时候 就念反 第三声反 七是平声 第一声 那做动词就念气 可气也 气之 叫许配的意思 就嫁给他吧 所以在雷蟹之中 这个雷蟹 脚尸旁 这个雷蟹 这两个字 是捆绑罪犯的绳索 以前这个罪犯呢 用这个绳索 捆绑起来 后来雷蟹 这两字就被 借贷比喻为 监狱的意思 就监牢 所以在雷蟹之中 但是非是罪业 不是他的罪 这是他被误解了 说工业长杀了人 其实不是 是另有其人 那么人 像工业长 这里不是他的过错 被误解了 冤屈得喜 虽然他曾经坐过牢 一般认为坐过牢 好像就生育很不好 孔老夫子认为 最重要是生命的真实 他不落在世俗的局限 世俗是习 是事嘛 而生命是道 是理嘛 所以不要因为 社会上的习俗如何 事态如何 也不是说习俗跟事态不好 而是习俗事态 必须合乎道 合乎理 道为根源 理为法则 你要合乎那个根源 要顺 由这个根源而来的法则 道为根源 德为本性 叫道德 道为根源 理为法则 这叫道理 总而言之 要讲道 道讲这个智慧之源 讲的是真理之源 讲的是存在之源 你要回到那个存在 真理智慧之源 来做判定 所以工业常 如果回到那存在的 智慧的 价值的 本源来说的话 工业常 没做什么过错 你怎么可以 因为世俗的局限 你认为他是不好的人呢 所以福祉他很清楚 工业常 他是个好人 所以他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还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夫子的女儿 跟工业常谈恋爱了 用现了话 谈恋爱 那时候就走在一块了 那空老夫子 允许他 也是夫子尊重爱情的表现 当然 我认为爱情 要到婚嫁 这里必须有个道理 因为爱情是缘起吗 婚嫁不是 婚嫁是缘起 要走入人轮 人轮是确定 缘起是不确定的 你这个婚嫁是确定的 我常说爱情跟婚姻是不同 爱情讲缘起 我借用佛教的话 缘起信空 缘起信空 但是婚嫁 结婚不同 结婚是确定的 他有个真一之理 你必须遵守住 确定住 你们构筑了一个家庭 一个天地 是从这里说的 所以夫子说这个问题 其实也考虑到婚姻问题 他不只是尊重爱情 尊重爱情 在进入婚姻 要考虑婚姻 婚姻是很真实的一件事 具体的一件事 其实中国在古代 早在易经就谈了 谈到爱情跟婚姻的问题 爱情是用闲卦讲吗 婚姻是用横卦 横卦 横卦是什么呢 是折山为横 底下是山 山是 我们讲了小儿子 折是小女儿 我们讲 长男 中男 少男 我们讲 长女 中女 少女 长男为正 中男为侃 少男为梗 长女为训 中女为离 少女为对 这闲卦 这闲卦是少女在上 少男在下 我常说就是 我常说就是 少男把少女捧得高高的 折山为 闲 闲着感也 感动的感 这讲是爱情 婚姻的话就是 雷锋为横 上面是正卦 底下是炫卦 上面是长男 底下是长女 是夫唱 夫随之意 横卦 重点在次序 闲卦 重点在感动 感通 感动 说爱情是 缘起之感 婚姻 是确定之次序 这个道理懂了 我想 对于人间的 爱情跟婚姻 也就懂很多了 现在我常 跟一些朋友说 搞这个婚姻咨询 婚姻至上的一些朋友 常常把爱情跟婚姻 这两个范畴 混在一块 而认为爱情 就是基础 其实爱情是个触动点 它不是个基础 真正的基础 那是要回到一个 人跟人 那个人轮 如何确立起来 人轮是由爱情来触动 但是不是由爱情来确立 这一点是重要的 要了解到 好 我们来把这一章 再读它一遍 子为功也长 可弃也 谁在雷蟹之中 非其罪也 以其子弃之 主为功也长 可弃也 谁在雷蟹之中 毁吉罪也 以吉祝弃之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中文字幕提供